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2月24日下午两点多钟 三个大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突然闯进江苏省杨州市公安局 一化分局白沙派出所 口口声声要报案 孩子名叫小星星刚刚九岁 他们在议论什么了 他躲在三位大人的后面 只露出小半个头 三个成年人中 年纪轻的是小星星的姑姑 名叫王岚 坐在王岚两边的老人 是小星星的姑奶奶和姑爷爷 他们三人来到这里 是希望派出所 能够找到孩子的父母亲 或许是大人们的言辞太过激烈 小小年纪的孩子承受不了 没一会儿 小星星就转身 溜出了会议室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拍出所里的一幕 您都看见了 亲生母亲把孩子 丢给了一个远房亲戚 而亲戚们表示 爱莫能助 给不了孩子温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孩子的亲生父母 又在哪呢 小星星的姑奶奶 名叫王玉 六十多岁 家住在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 这栋两层小楼 就是他家的自建房 小星星就是从这里 被带去了派出所 报案的前一天晚上八点多钟 王老太一家五口人 刚刚吃完晚饭 突然门口有一阵异响 打开门 见到了小星星 我说究竟谁把你送回来 她的迷迦 经过再三询问 小星星终于开口了 说是母亲 托人把她送到镇江来的 我妈妈去找学生了 帮我放到镇江的人家 我儿几天 她说她早晚回来 这个来帮我接着 到了王老太家门口 送小星星来的几个人 都没进门 和大人们连个照面都没打 就扔下孩子走了 她妈妈跟舅舅 把小孩送到我门口来 医生照顾都没有 医生照顾都没有 是她一切的孩子 王老太觉得 小星星的母亲徐梅 这是存心要把孩子给扔了 在安顿好孩子之后 她联系上了小星星的母亲 徐梅 他对此就发火了 只在里面 他说 反正这孩子我不要 徐梅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再也联系不上 这是王老太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和孩子的父亲 往远联系 发现也找不着人 既然孩子的父母都健在 怎么忍心把孩子 扔给一个远房亲戚呢 小星星的姑姑王岚 道出了缘由 你如果一直跟我沟通 跟我讲道理 跟我说 那我会帮你劝的 你老想摆个高姿态 觉得啊 我怀的是 我身的是你家 这种 你们得 这年头了 那么 小星星的母亲徐梅 当真不想抚养孩子了吗 我自己认了 我吃 但是这个样子把我逼走 我自己快进身吃不下了 徐梅说 小星星本来一直是在他身边 几个月前 孩子的父亲王远 突然停止了小星星的抚养费 他四处寻找 都没法找到王远 我就知道他就 人消失了 他做的 种种迹象表明 他根本的不想抚养这个孩子 也不想出钱 那孩子父亲到底在哪里呢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派出所好不容易找到的 孩子父亲王远 我跟女人是一个孽人 到底夫妻两人 为什么在孩子的问题上 如此对立呢 事情还得从他们两人的相识 开始说起 2006年10月 惊人介绍 王远和徐梅认识了 徐梅的父母 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家里条件不好 希望女儿 能找个条件好点的人家 王远一家人 都是国企 一针化鲜厂的职工 全家都有工资和医保社保 母亲还做点小生意 在外人眼里 这家的家底特别殷实 徐梅的家人 觉得女儿的终身有靠儿 王远通过和徐梅一接触 也是非常满意 因为自有王远的父母 就离了婚 王远特别希望 能找个贤惠能干的女孩 做妻子 恋爱一时 王远徐梅都把对方 看成是那个最适合自己的人 双方浓情蜜意 没过多久 徐梅发现自己怀孕了 王远非常高兴 当即就要求两人赶紧结婚 可就在此时 徐梅的母亲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妈说你没有房子 我家姑娘肯定不会跟你谈的 在徐梅看来 王远的家庭条件这么好 买房一定不是问题 可事实上 王远的妹妹说 那都是假象 哥哥一直在徐梅面前装大宽 有可能他为了 他为了得了这个女孩的方心 这些大肿脸充胖子 我也得要有钱 王远说 哥哥王远是个败家子 这在他还是个懵懂少女的时候 就看到了哥哥种种令人不解的行为 早在90年代 那时候王远才十几岁 还在读书 哥哥已经工作了 就开始折腾投资的事 后来发展到借高利贷买股票 给人家许下的是高薪高利器 结果就是失败 失败了之后呢 别人就到我们家来要账了 90年代大几万元 是个不小的数目 后来还是父母亲帮王远把债给清了 可这次教训之后 王远并没有收手 反而变本家里买的更多 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什么个人积蓄 除此之外 王远还有一些恶习 就是喜欢赌博打麻将 他一个好高物远 不愿意脚踏实地 就想一夜暴富 王远说 父母很早就离了婚 可在他们离婚的时候 已经为哥哥准备了一笔结婚用的钱 我爸 爸应该给我哥准备结婚的钱 也给我哥了 结果被我哥全部花光了 全部败光了 对未婚夫王远的这些行径 徐梅一直被蒙在鼓里 她以为国营企业的员工 还是一个很好的依靠 两人的第一次争执是在买婚房上 一个坚持要买新房 另一个则认为二手房更好 徐梅觉得王远不买新房 脾气又差 坚决要求分手 两人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婚没结成 孩子也没了 王远这一下慌了 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失去 自己认定的妻子 因为投资总是失败 王远婚前没有任何积蓄 这时候要买房 确实没钱 好歹父母给他凑了几万元 他在四处借钱 把首付款给凑齐了 婚房总算买好了 这些表现让徐梅和家人 看到了诚意 大家纷纷来劝徐梅 回心转意 房子买好了 王远觉得好事临近 可徐梅又提出来了一个要求 新房里没装修 也没有家电 这些不搞定了 没法结婚 在王远看来 买房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可徐梅一再拿结婚来做要挟 让他对这段感情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对王远来说 找徐梅结婚 本来就是希望徐梅能撑起一个家 现在徐梅一次次拿结婚来要挟他 让他难以承受 双方又冷战了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徐梅发现 自己再次怀孕了 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王远百感交集 徐梅的这一番话打动了王远 他觉得不管怎样 都要对徐梅和孩子负责 2008年2月26日 两人结了婚 按理说 这对情侣经历了这么多波折 应该珍惜彼此 好好过日子了 婚后 徐梅在家贷产没法工作 一家人只能靠王远的 2000多元工资来维持生活 另外 房子每月还要1000元左右的房贷 我说我现在怀孕怀了一年了 孩子我也没时工作 我说你最想把工资卡交给我吧 我说家里所有的都要我来操劳呢 他不肯给 为了家中财权的事 两人再次爆发了矛盾 后来王远妥协了 将工资卡交给了徐梅 没过多久 孩子小猩猩出生了 这个时候是夫妻俩最齐心协力的一段时间 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 王远做了一件事 让徐梅再次感到深深的失望 工资卡她挂失了 什么时候挂失 一岁的时候 万般无奈之下 徐梅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王远的厂领导解决 经过厂领导的协调 王远答应每个月给徐梅300元的家用 钱是给了 但双方的感情却越来越淡了 别说对徐梅 这时候王远对孩子也懒得过问 2011年年初 在孩子还不到三岁的时候 两人再次动手撕打了起来 王远突然爆发出了一句话 让徐梅震惊不已 2011年3月 两人离了婚 这时候 两人共同的孩子小猩猩 还不到三岁 江苏城仪政法院认为 王远有稳定的工作 家里的条件也不错 小猩猩就判给了王远 徐梅每个月给王远200元的抚养费 婚房属于婚前财产 判给了王远 在财产分配上 因为孩子跟父亲生活 徐梅没和王远多计较 只拿了两万元的补偿款 虽然离了婚 但徐梅觉得 王远一定会后悔 迟早会过来找他复合 因为两人就算没了感情 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小猩猩 我但是就想着 好 你一时愁怒 你老子不够用 你离婚 什么都给你 离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的 我觉得他会后悔的 百分百会后悔 离了婚 孩子确实一时让王远犯了难 2010年王远母亲去世了 父亲多病缠身 还得他来照顾 他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 生活过得狼狈不堪 这时候 通过熟人的介绍 王远找到了一个人 保姆条件就累 六六 我刚说每个月给一千 孩子交给了保姆 比阿姨 在王远看来 那是得到了精心照料 可同在一个镇的母亲 徐梅 看不下去了 我一开始很怀疑的 因为我觉得怎么能把孩子 放到人家 24小时放人家 能好吗 才三岁多的孩子 他妈来他妈就挑 挑三剑四的 就说我这个 没有防盗网 没有防盗网 说小孩不安全 如何如何的 毕阿姨说 其实王远和徐梅对孩子都不错 只要有空 两人经常会过来看看孩子 一番闹腾之后 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毕阿姨 不愿意再掺和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于是就把孩子交还给了王远 我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可怜 我才接过来这个孩子 我跟你们谁也不是一伙的 没办法 王远只好厚着脸皮 去找徐梅协商带孩子 他提到我 他卖他 有的一圈给别人 他说给我们来带 他们又稀罕这个钱了 双方谈得很顺利 趁着王远过来协商 徐梅想着夫妻关系能不能复合 王远觉得 孩子交到他亲妈手上好 也想着能够复合 再说 有孩子了嘛 以前的时候你就过去了 愿意复婚 对啊 我就愿意啊 要不然我干嘛这个样子折腾 一个孩子 两个想复婚的人 兜兜转转 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份孩子的来信 一场牢狱之灾 孩子的心愿能否实现 想有一个友爱的完整的家 爸爸妈妈为何不要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因为孩子的抚养问题 双方都有复合的想法 在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一致 本来是个破镜重圆的结局 又怎么会小猩猩被遗弃到 姑奶奶家 纠纷又闹到派出所呢 2011年3月离婚之后 徐梅仍然心存幻想 觉得王源只是一时头脑发热要离婚 她迟早会回头 可离了婚没几天 王源就卖了以前的婚房 现在王源提出来复婚 徐梅的家人认为 只要满足他们一个条件就行了 买个房子 给他或孩子一些保障 王源可不这么想 他觉得徐梅一家人是拿孩子做挡箭牌 贪图他的钱财 听到这个条件 王源掉头就走了 既然没法复婚 孩子的问题总归要落实的 这时候徐梅一家人提出来 孩子的负担不是区区1200元能解决的 王源说 孩子抚养费从1200元提到1400元 最后又加到了1600元 过了没多久 徐梅一家人提出了 让王源怎么也无法满足的要求 由于双方目标差距太大 没能达成一致 徐梅一家人再次找到了厂里 要求厂领导协调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王源的父亲得知徐梅到厂里闹了 拖着病体离家 过了不久 郁郁而终 因为自己小家庭的事 导致父母的晚年不得安审 王源特别自责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王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徐梅说他之所以会找到厂里 不是他故意要这么做 而是不得已 我在带的时候 找到他不理我 我只有去找他厂领导 每次到厂里找领导 徐梅都带着孩子 一旦谈不拢 徐梅就把孩子扔给厂领导 让厂领导帮了他养孩子 找领导谈过多少次了 领导也不解决 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在这边 你肯定会解决的 由于徐梅频繁找厂里 2015年3月 王源感觉到 在厂里已经没脸待下去了 他主动提出来 要求厂里买断他的公灵 他现在吃夜要走 所以说公司就跟他 解除了合同 拿走了买断的13万多元 一下子 王源从一个人人羡慕的 国企职工 变成了无业游民 王源买断公灵的这一举动 让徐梅和王源的亲戚 特别不能理解 我不放心他 我还是不放心他 一会卖这个 一会卖那个 是正常人的行为吗 一次性买断公灵后 孩子再次回到了 父亲王源的身边 这一次 因为徐梅和王源之间的矛盾 在小县城上人尽皆知 没人愿意帮王源带孩子了 这时候 王源想到了远在镇江小星星的 姑奶奶王老太 王老太看到外甥 王源已经沦落到这个份上 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一听到小星星星被送到了50多公里之外的镇江 虽然是给姑奶奶王老太带着 徐梅还是不由自主的担心了起来 孩子可怜 没有谁可怜 王老太带了小星星将近三年 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 由于小星星的户籍在宜征 得回来上学 孩子重新回到了父亲王源的身边 可王源的精神状况近几年一直不好 都照顾不好自己 哪有办法带孩子呢 他只得去和孩子母亲徐梅商量 徐梅不同意王源提出来的方案 他觉得一个月一千多元太少了 孩子在成长中除了上学之外 还得有各种补习班辅导班 王源一看着协商不下来 就直接把孩子送到徐梅家里 刚开始几个月 徐梅都能按时收到王源打过来的钱 转眼间到了2015年年底 事情发生了变化 打了一千多元 然后待了三个月 然后突然他又不打了 再打电话又失去联系了 徐梅和王源的多个亲属联系之后 都说不知道王源去了哪里 这下徐梅急了 他觉得就是王源的那些亲戚 把王源给藏起来了 徐梅觉得只有把孩子送到姑奶的那里 才能逼王源出现 于是他拖了几个人 把小猩猩送到镇江孩子的姑奶的家 就发生了片中开头的那一幕 听说孩子被王老太送到派出所 徐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白沙派出所接到王老太的报案后 立即着手联系小猩猩的父母亲 王老太和王岚告诉民警 王源曾经从俄罗斯打过一个电话给他们 但民警多次联系 均无人应答 小猩猩的母亲徐梅 本来一直在宜征市步行街上 一家服装店工作 民警前去调查 发现这徐梅早就离开了服装店 店已经过幼了 没法联系 这父母亲都不见了 白沙派出所只好先把孩子安顿在所里 由于派出所的条件不好 民警赶紧和宜征市民政局取得了联系 宜征市民政局 把小猩猩安排在了镇里的一个寄宿家庭 就这样 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关怀下 小猩猩在寄宿家庭里生活了将近一年 这期间孩子父母王远和徐梅两人都没有出现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 小猩猩被亲生父母推来推去 整个童年可以说是动荡不安 缺少家庭的关爱 后来又扔到远房亲戚家里面 最后竟然在民政局滞留一年之久 您觉得孩子的父母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应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 法律关系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王远和徐梅 他对于这个小猩猩来讲 是他们的亲生的子女 他们负有这种抚养教育保护的责任 这是法律规定的 法定的义务 那么负有这种法定的义务 而且有能力去履行却不履行 那么应该说这就构成了仪器 那么他们使这种小猩猩 由于他们的过错 导致了这个小猩猩到救助机构 去待了将近一年 应该说这个情节已经很恶劣了 所以构成了我们刑法上的仪器罪 你像这个徐梅 他把这个小猩猩推给小猩猩的姑奶奶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当王远和徐梅他们还在的时候 而且有能力履行这种抚养教育义务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要说是他的姑奶奶 小猩猩的姑奶奶 就是他的亲奶奶 他的亲爷爷 也没有这种法律上的义务 2017年1月5日 扬州市公安局一化分局 以一气岁 对王远徐梅两人展开立案侦查 对警方而言 当下关键是要找到孩子的父母亲 他们这夫妻两个呢 都不想要这个小孩 通过网上追讨 2017年1月16日 扬州警方在扬州市内一家服装店 将徐梅抓获 继经周折 民警和在俄罗斯打工的王远 也联系上了 经过民警的劝说 王远决定从俄罗斯 回来投案自首 他们认为自己还是对小孩 尽力的抚养 没有 以此实际上 2017年8月30日 由江苏省宜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江苏省宜征市人民法院 对王远徐梅遗弃案 作出判决 在对两个人 以一次罪判刑的同时呢 就是对南方呢 判处有次徒刑 一年六个月 判处的实刑 对他的小孩的母亲呢 也是判处有次徒刑 一年六个月 但是对他母亲呢 是用了缓刑 由于王远被判了实刑 在医征市看守所服刑 小星星暂时由徐梅抚养 2017年9月底 徐梅带着小星星来到了白沙派出所 徐梅说 她没有工作 也没有经济来源 请求警方和在押中的王远商量 解决小星星的生活费用 正在服刑的王远表示 她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 对于好几套房 包括买断工龄的钱 加起来近百万元 王远说 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钱去了哪里 我经常喜欢买产品 比如股票也买 我以前说 我甚至 我会在外面还想过钱 我都不记得 王远的妹妹王兰说 是哥哥 把好好的一个家给弄散了 把小星星弄得流离失所 两个大人因为婚姻失败 闹腾了这么多年 最可怜的还是他们共同的孩子 小星星 阔别已久 小星星非常想见父亲一面 给父亲王远写了信 请求他看在父子的份上 好好和母亲解决 他未来的生活 学习的问题 亲爱的爸爸 爸爸我在校挺好的 妈妈对我也很好 从小到大 由于家里老是吵架 经常见不到你和妈妈 现在我渐渐长大了 懂事了 享有一个有爱的 完整的家 孩子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他希望有一个温暖的 有爱的家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您觉得孩子的父母 应该如何担负起 做父母的责任 对于小星星而言 这个王远和徐梅 作为他们的 作为他的监护人 作为他的 这个抚养教育的 第一责任人 那么即使王远他服行了 可能不会 不能够直接来抚养 这个小星星 但是他的抚养义务 并不因此而免除 如果他有财产的话 他应该用他的财产 来支付小星星的抚养费 那么即使说 他现在没有财产 那么在他这个服刑期间 小星星所发的 发生的 因为抚养这个小星星 所发生的这些费用 他也有义务 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进行偿还 那么作为小星星的母亲 那么他是缓刑 他是有这种 直接抚养这种能力的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责任 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 来履行 我们无论处理任何的事情 就是无论处理 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根本的 或者最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孩子有限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必须是保证 孩子的利益最大化 能够给孩子一个 健康成长的环境 今天这期案件 我们会反复提到两个字 责任 为人父母 就应该承担起 做父母的责任 而不是推为扯皮 既然你们都口口声声的 说爱孩子 那么就应该给孩子 足够的爱 温暖的家 以及一个美好的明天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明顺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